首先我們剪螺絲 這是已經刷乾淨了的嗎 我教你 好 第三圈 一下子就剪掉了 方便取裡面的這個肉 對 一圈 兩圈 三圈 三圈 還挺硬喔 可以 你看 試不過三吧 乾脆俐落 我開始倒下去 看一下那個肉燙死了 搞掉出來 而且這個湯 瞬間就變成乳白色了 就是裡面的那些髒東西 它都開始塗出來了 我們相當於又給它 再次清潔了一遍 想要品嘗到這道田螺美食 製作起來可並不容易 清洗好的田螺 尾部用剪刀剪掉 咔嚓的聲音倒是十分解壓 然後將剪好的田螺焯水 去腥的同時 殼肉輕鬆分離 是這樣嗎 對 那下半部分怎麼辦 下半部分 下半部分 這些就是那個不乾淨的垃圾 就把它去掉 吃完了 這些就是廢棄的部分了 看我的 一二三 失敗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田螺肉 口感彈牙 有嚼勁 加入辣椒爆炒 鮮香與辣香融為一體 但是戴阿姨似乎並不打算這樣簡單的 一朝了之 只見她洗淨田螺肉後 又開始洗田螺殼 難道田螺殼也能吃嗎 清洗田螺殼到底是要做什麼呢 味道調查員還沒搞清楚狀況 戴阿姨就又剁了很多豬肉餡 這一共有多少 十三斤 三斤胡蘿蔔 一斤韭菜 三斤香菇 一斤薑 這量還挺大的 加點食鹽 調調味 來 跟我一起 一二三半 把它這樣 軟一下 軟一下 貴州用詞 就是揉一揉 螺絲有肉在肚裡 就是這個意思 螺絲有肉在肚裡 咱們灌的是豬肉啊 它那肉可不是螺肉 是豬肉 螺肉也要灌上去 豬肉餡細膩黏糯 油脂飽滿 配上胡蘿蔔丁 韭菜丁 香菇丁厚 加入調味料 攪拌均勻 這一盆色彩豐富 香味肆意的餡料 就製作好了 接下來 要怎麼跟田螺相結合呢 還往裡面塞 尾巴裡面看著肉 拿手指把肉 使勁地塞 使勁地塞 對 使勁地往裡面擠 然後就把這裡附上 放一顆螺肉 裡面滿滿其實都是豬肉 煎拌好的餡料 填入到田螺殼中 用力壓實 直到餡料 從田螺殼尾部剪開的地方溢出 才算裝滿 然後在螺口處填上螺肉 最後封口 經過一番改造 田螺殼這個空房子裡 轉眼間就被餡料和螺肉 擠得滿滿當當了 在戴阿姨的巧思下 田螺殼裡充滿了肉香和鮮香 為了讓裡面的食材 緊緊擁抱在一起 還要放入冰箱冷凍 此時另一位具有濃郁肉香的大將 林之雞要出場了 當雞肉塊炒到色澤焦黃 就可以盛出備用 接下來火爆的製作馬上登場 熱油中放入蔥姜蒜等調味料爆香 然後加入糟辣椒 鍋裡馬上變得火紅熱鬧起來 在糟辣椒的激發下 鍋中的香味更加濃郁 讓人聞著直咽口水 這時加入雞肉塊 焦黃鮮香的外皮上 又裹了一層火紅熱辣 加水燉煮 加入花椒粉提香 湯底就製作好了 要田螺螺馬上拿去拿 現在就要了 好 叔叔 像我們這田螺下鍋了之後 再煮多久 就可以直接上鍋吃了 正常做要40分鐘 還得慢慢燉一下 對 動得硬邦邦的田螺放入鍋中 滾燙的湯底 與冰涼的田螺相遇 一冷一熱的刺激下 田螺殼裡的肉餡 田螺肉 以及鍋中的雞肉 都變得爽滑彈牙 肉餡的豬肉香和田螺的鮮香 與湯底的雞肉香相互融合 三香合一